YO!我是波子 還有Muffin And Bernie 首先跟大家說一句 好像過了 通常因為你家人買了很多月餅 怎知道你親戚又送月餅 或者你無意中有些月餅券 又多了一些月餅 這一集我決定試試 用吃剩的月餅 來做一些很好吃的甜品 首先我吃剩的就是 奶黃月餅和蓮蓉月餅 等一下作 представля 아� Like 巧克力豆粽奶黃月餅沙冰 連用鹹蛋Tancake 連用鹹蛋四道士 WOW ours MUFFIN MUFFIN想不想吃月餅Pancake 煎到邊緣開始乾就可以反轉 煎到金金黃黃色就OK了 MUFFIN 接著就可以把月餅拌出來 把薄片切掉 如果大家喜歡也可以把它切粒 平常西多士會塗很多花生醬 現在我不用花生醬 我用蓮蓉月餅代替 首先切掉四個邊緣 冰箱看了用來飲醬吃都很好吃 前面之後就可以 放些已經先切好一片片的月餅進去 然後蓋上去 蛋漿可以放兩隻蛋 然後三匙羹牛奶 攪拌勻 油就放剛剛過多士的高度就可以了 麵包 把麵包剪掉 記住每一面都要浸好 一旦把麵包吸光 飯包來的做什麼 超級機的吧 1 2 3 反轉 嘩 漂亮啊 四邊的金黃色就可以夾上來 嘩 好漂亮的一塊西多士 為什麼你們這麼有興趣呢 你們又想吃月餅嗎 剛才我先把月餅切粒 倒進去 然後再放些奶黃月餅 好準備 看看這個 最後再點醉 嘩 好吃喔 咬下去的朱古力碎 喝下去有很香的奶黃月餅味 是用在一起的 這個沙冰可以 喝下去很有層次 那種味道有點像 飲品版的冰皮月餅 MUFFIN很想吃是不是 嘩 好棒啊這個 這個大家要試一下 每個人口味不同 有些人可能加糖漿牛油 我就想試試喝蓮奶 切開 嘩 嘩 它的蛋黃和蓮蓉溶在一起 炸的時候的熱度 變成一層甲心 我只是想過這個想法 沒想過真的把它變成真實 是甲得傻 溶了的甲心蓮蓉 吃起來有點鹹的蛋黃 一生人沒吃過這樣的西多士 我是很滿意 我覺得只可以拿出去買 MUFFIN給你聞一下你覺得好吃嗎 聞一下好了 嘩 MUFFIN走了兩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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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煮過就這樣切粒放在上面 沒有那麼溶和乾身一點 所以我覺得比較低分一點 比西多士沒那麼好 不過又不是難吃的 因為咬一咬的時候它會融在一起 不過大家吃的時候 其實不用加糖漿 因為蓮蓉都很夠甜 好啦 今次就拍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用你剩下的月餅 做不同的菜式 不要浪費你身邊的月餅 開始爆炸廚房 下集再見 拜拜 對了 Brian和MUFFIN 根本沒吃過東西 MUFFIN 尤其炸了麵包條 其實沾煉奶應該也很好吃 超脆的麵包條